取高鹤寡 听成语故事 洗古人智慧 幽图笑谈成语篇第65集 事宜 取掉玉高雅 跟着唱鹤的人就遇上 比喻无法引起大众的共鸣 于本 战国 楚 宋玉对楚王问 典元 战国 楚 宋玉对楚王问 据文选 卷四五 对问尹 楚湘王问于宋玉曰 先生岂有一心语 何世民众数不遇之甚也 宋玉对曰 唯 然 有之 冤大王宽其罪 使得避其词 刻有歌于影中者 其是约下里八人 国中主而贺者数千人 其为阳阿谢路 国中主而贺者数百人 其为阳春白雪 国中主而贺者不过数十人 隐上刻语 杂以留纸 国中主而贺者不过数人而已 是其取弥高 其贺弥寡 无圣人归以其行 超然独处 古世俗之谜又安之臣之所亏在 祝姐 影 阴影 一名春秋时楚国的都城 固执在金湖北省将临陷阱 下里八人 辞指通俗的歌曲 见下里八人 主 阴主 跟随 喝 阴喝 声音相应 这里只唱喝的意思 阳阿谢路 辞指介于高雅 及通俗见的歌曲 谢 阴谢 阳春白雪 辞指高雅的歌曲 见阳春白雪 隐商 加常商音 刻语 削减语音 流指 为指音的扭转变化 指 音质 谜 更佳 典故说明 宋玉是战国时代楚国的著名文学家 善于词妇 作品由酒变招魂等 与屈原并成屈颂 关于宋玉的生平 精存甚少 且互相矛盾 一 史记 屈原列传目为所记 可知宋玉应是屈原的一个后辈 曾向屈原学习 但因出身寒威 而至适途减困 有一次 楚相王对宋玉说 我听到许多 有关于你的不好传言 是不是因为你的言行举止 有不端正的地方 宋玉擅长言论 马上就说 请大王先宽恕我的过错 让我先讲一段故事 楚相王答应 于是宋玉便说道 有一个外地的歌者 来到了颖都 在市集中唱着夏里 八人这些通俗的歌曲 一开始跟着他一起唱贺的人 有数千人之多 后来他改唱阳阿 泄露等比较不俗的歌曲 跟着唱贺的人 就只剩下数百人 等到他唱起阳春 白雪这种高妙 优雅的歌曲 又夹杂着许多高难度的技巧 国中能够一起唱贺的人 就寥寥无解了 这不是因为歌者唱得不好听 而是因为曲子欲高雅 能够跟着唱贺的人也就欲少 同样的 那些批评我的人 不过是些平庸之辈 怎么能够欣赏 了解我的为人呢 后来曲高贺寡这句成语 就从这里演变而出 用来比喻无法引起大众的共鸣 用法说明 一 今晚的一月欣赏会 听众欣赏 大概是曲高贺寡吧 二 他所提出的教育改革方案 利益甚佳 见解不俗 但曲高贺寡 没有人能接受 三 电影如果想多人看 内容就应该大众化一点 否则 曲高贺寡 就没有观众 四 他心中的好电影 不能曲高贺寡 应该符合大多数人的 欣赏习惯和口味 五 他的建议 太富浪漫色彩 太理想化 所以曲高贺寡 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六 老教授这部立作很有学术价值 但曲高贺寡 买的人很少 七 我看他的书 所以卖不出去 不是曲高贺寡 而是文笔有问题吧 八 这部电影的内涵 过分深奥隐晦 曲高贺寡 恐怕能够看懂的人不多 九 这篇论文的见解相当精辟 只可惜曲高贺寡 所以很少人能真正了解 他的创意 曲高贺寡 曲高贺寡 比喻无法引起大众的共鸣 恭喜 今天你又学会了一句成语 听成语故事 洗古人智慧 youtube笑谈感谢您的观赏